台湾 或者是一些脱胎换骨的 但是目前这个政府完全陷在这一个 所谓的美牛事件里面 欲拔而不能 这是非常高度遗憾可惜的事情 稍微让观众朋友来看 如果我们不再掌握这个 最后的一次的这个机会 在未来的十年 恐怕从我们刚才一路看到的 全球世界的竞争 那么是相当相当的严重 那么但是首先话题一开始是 陈衰扁先生 那么是有病 那么在狱中是服刑 那么该怎么样治疗 都应该给予最好的一个照顾 可是昨天在辉文先生 拿出来一张照片 是十几位的这个立法委员 民进党立法委员 去看这个法务部长曾永夫 那么民众就要问 如果所有受刑人 都能够得到陈水扁先生 同样的待遇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预政的进步 人权的一个往前走 可是如果只是一个 针对陈水扁先生的特权 民众说为什么 曾永夫必须要解释 今天曾永夫解释了 因为要礼遇前任的这个元首 这个就是让社会大众听不懂 我稍后让观众朋友了解 为什么是如此 新加入来宾有辉文 跟这个邱宇文 邱宇 礼遇啊 就法务部长的口中 讲出对政府元首的礼遇 是必须要有严谨的定义的 那这个严谨的定义 就是总统副总统的礼遇条例嘛 可是陈水扁 在龙潭购地弊案三审定验 也就是目前正在台北监狱 服刑的龙潭购地弊案 他已经取消了总统的礼遇条例了 在礼遇条例里面 他已经没有礼遇了 那你曾永福利法务部长干假的 你说法务部长 你不了解礼遇条例的内容是什么吗 你不知道说一旦判刑确定 而且陈水扁这个刑罚 刑责还是贪污罪 你会不知道吗 你身为法务部长你不知道吗 那还有所谓的总统礼遇吗 你竟然会讲出来说 是因为总统礼遇 所以才给陈水扁这个这个这个的特权 你不觉得荒唐吗 这是法务部长应有的一个法律的素养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陈永福 你就明明白白地说嘛 你就是认为五月的时候可能会 法务部可能会人事异动嘛 不相乐麻烦嘛 而吴淑贞威胁你嘛 说陈水扁有事的话 要谈不得民众北上抗争嘛 你怕嘛 你不要惹事情嘛 你多一次不如少一次嘛 标准的官僚满贪无能的作风嘛 所以才给阿扁这么多特权嘛 下面还有啊 下面还有啊 建屋就医完后面还有啊 现在扁家地区提出来保外就医啊 稍稍我们再谈 就是一个概念 如果陈水扁先生 目前他可以如此的做 那么其他是不是受情人都应该比照这个概念 不过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曾永夫法务部长的这个说法呢 陈志忠现在有说啊 因为他说什么 他爸爸那个冠心症 是因为什么缺乏运动啊 他说那别人一般都下工厂 然后你们完全 因为我不知道陈水扁有安排做一些正常出货 别人捡树叶的少厕所 他是不是有啊 因为他也没有下工厂 陈志忠说就是这样子 他晒不到太阳 没有办法运动 就说你们这样子剥夺他人权 没人性啊 那现在要恢复陈水扁的正常运动 外面的起码的打扫吗 那这一部分我们会找 矫正史书跟台北监狱去研究 那当时的考量呢 是说具体安全 他是曾经担任过总统 所以给余 但是在运动方面呢 每一天最少有半个小时 给他出来在外面活动 应该是有给他运动的机会 不是没有 应该都有解封 也就是说开封出来半个钟头 活动的时间 那个都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会说没人性 或剥夺他的人权 让他不能运动就生病啊 那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 这是曾永副部长说 这个陈水扁先生到这个医院里面 或者在这个预防里面 所说的很多的这个特别的待遇 是因为礼遇前元首 不这边中华民国法令 规定的很清楚啊 现任总统这个副总统的礼遇 条例第五条总统副总统因为罢免弹劾 或者判刑确定解职者 不适用本条例的礼遇 陈水扁先生在2010年11月11号 农潭案的购地案贬征三审定宴 各判刑11年 所以这已经是完全 已经这个去除了他的所谓的礼遇 已经在这种法律明确的情况之下 这种副部长为什么还说有礼遇 然后礼遇完以后 陈志忠陈水扁的儿子还说都是被你害的 还是这样子 这个叫做什么法令 这叫什么部长文啊 董哥这个礼遇是 你刚念那是法律规定的 那刚刚在镜头前面 大家看到部长 曾永福部长讲 那是曾永福规定的 那曾永福的 曾永福的礼遇 那曾永福的非常大的这个行政裁量权 这一排立委啊 这民主兰立一排站开啊 威力啊 无比啊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大家很快就了解了 去年啊 斗六市长补选 蓝绿对决就 蓝军赢了 是这个廖福本的媳妇啊 谢淑雅赢了 曾永福讲什么 他说啊 想会选的人落选啊 这想会选的人是谁 想会选的人是谁 是落选啊 只有两个人 这只有两个人啊 蓝绿对决啊 谢淑雅赢啊 输的人是谁 这是法务部长讲的话 有没有事 没事啊 缺着点啊 观众朋友 没事情你有看过吗 为什么没事 邱义委员最清楚啦 控制什么 为什么民进党立委要买单 为什么国民党立委要买单 陶哥 你没有这种压力 可是立委会有 邱义委员就 假释啊 我会跳下 我会跳下 他们阿杰 他们这些 这么大 什么人关在里面 要假释啊 要找什么 要找法务部 法务部控制条 要特件 要找谁 法务部 要借户就义找谁 法务部 要保外就义找谁 也是找法务部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说这种话还没问题 为什么说这种话还稳弱泰山 为什么今天累计死刑执行 彬彬 彬彬姐 彬彬姐不是上次还打电话连线吗 现在58个了 今天报纸写说是58个死刑犯了 王清风那时候才44个 44个被轟下台 刚住学院走太早了 这58个 58个没事啊 所以王清风笨是笨在哪里 你没有曾永复那个手腕嘛 老师我最后来说 去让我母亲的事情 你看吴书贞今天说什么 他说 阿扁出院以后 也不适合回到0.3坪的牢房 我们家养狗也比那个大 听到没有 重庆 我们家养狗也比那个大 邱义委员 你是蹲过牢房的人 他养狗都比你那个大 大家看到他逆业吗 这就是我们的政府 我们投票给国民党 投票给马英雄 叫真隆夫这些人做部门出来是这些 但是涛哥我讲一句话我自我安慰一下 今天你投给蔡英文的话搞不好已经特色了 没错 没办法 这是真正让人分开的事情 连我们家养狗的也比那个大 邱义委员 我可不可以再说说几句话 吴书贞 自己也是一位特权 所以没有坐牢 他竟然到现在为止 他已经应该知道了 他的儿子陈志忠昨天讲错了 陈水扁那个牢房是1.3坪 陈志忠讲成0.3坪 吴书贞今天还在说0.3坪 然后说连养狗都比0.3坪大 我告诉大家什么是0.3坪 在监狱中的新收房 4坪大 关几个人 关13个 就是0.3坪 就是0.3坪 照讲 所有人犯的罪 进到监狱中叫新收犯 要在新收房里面至少待一个月 至少待一个月 就是4坪大13个人 就叫0.3坪 陈水扁有待过新收房吗 陈水扁没有待过新收房啊 难道他把所有待过新收房的人 都当成是狗吗 比狗还不如吗 你吴书贞算什么 你吴书贞算什么东西啊 所以这是中华兵部的法律是这么清楚吗 怎么这个法务部部长法务部部长 不是还不是其他的部会的首长 法务部部长是最 你跟法有关联的 怎么会自己变成自己的一个总统 还有单刑法的礼遇啊 陈水扁和吴淑森他们那个做一个犯人 然后犯人的家属 说一些话光怪入理 你生气是一回事 但是呢本来呢他们生气胡说八道 社会自然会去处理 但是今天曾永夫只剩一条路可以走 立刻递出职证 不然就是马英九要立刻换掉他 依法行政是政府最基本的原则 法律都已经废了 一个文官如果不依法行政 该记过该申见该退职的 一个政务官公然呢 连法都没有 连法律的概念都没有 不管他背后有什么后台 背后他什么权利 这个权利谁给他的 国家给他的 这个时候他完全的把依法行政 这个四个字当成是废话 这个人已经不足以当官 现在呢只有一件事情 不是成功就是马英九 对于这个完全 连法律都不知道的部长 只有立刻下台 不然这把火 就一样的又烧到马英九身上 这好像讲的是 是不是这个过度是严重的 一个法务部部长讲说 我给这个现任的这个总统 一些这种礼遇 不过我们刚才拿出来 这个条文讲的是非常明白的 这些任总统 如果他没有 没有被这个判刑定验的话 他还是依然可以 陈水扁先生还依然享有 他这个礼遇 可是就是因为判刑定验 在2010年11月就已经定验 那么这么再清楚不过的话 曾永福先生不可能不知道 那么陈水扁先生 得到目前的所有的一些 在出了牢房 到了医院 得到一些人权的那种待遇 那么基本上是所有 应该都一起推动 那今天曾永福先生讲说 那只有他是可以如此 因为他有礼遇 那其他的受刑人都不应该如此 但是如果这是对的 你为什么不是其他人都一概是之 可是如果他仅仅是 陈水扁先生一个人 你说这是他的总统的礼遇 但问题他偏偏 已经没有这样的前元首的礼遇 所以曾永福先生 刚才黄涛海说 你真的可以适可 差不多可以自己织成 刚刚涛哥给我们看到 曾永福这一段 他其实只有谈到 在这个监狱里头 然后他没有去 这个做一些劳动服务 这件事情 那是不是给他 很特殊的这个优惠 然后他讲说是基于安全跟 礼遇的理由 安全的理由 我是接受的 可是礼遇的理由 我是不接受的 很重要的是 现在你的礼遇的范围 是不是在你曾永福自己的 裁量当中 扩及非常的光 包括这一次到底 介乎就义这件事情 算不算你礼遇的一部分 而介乎就义的过程 让家人可以陪同这件事情 是不是礼遇的一个过程 让家属可以指定一个医生 跟随在旁边 这是不是你礼遇的一个过程 这个我们都要问 因为如果说按照你这样子 无限的礼遇下去 你自己行政裁量权 无限的礼遇下去 我不知道到最后 你会如何的礼遇 沉水扁 更重要的是你这个礼遇背后 其实有很大的政治想象 不是纯粹因为沉水扁 也不纯粹因为吴淑珍 跟这个陈志忠 在外面讲了什么话 最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那张照片 十四位立法委员排排坐 坐在那个地方 曾永福不但见了 而且容许政治力去 介入司法处理案件 这是因为 这完全是你法务部的 行政裁量权的部分 然后你完完全全的 欢迎政治力来介入 介入之后 你明目张胆的 在所有人的面前 他能介入你就听 那我不知道 你私底下听了多少 刚刚辉文所说的 我觉得每一样 指控都很严重 如果说你今天 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跟立法委员维持关系 你会调一下 要假释 我听了之后 我就要求他假释 那还得了 我认为有任何一件的话 都是严重的舞弊事件 那郑永福 你是不是明白的在展现一个 政治势力就是可以介入司法 而且操控司法的行政弹性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远远超过你对陈水扁的 那一个前总统的想像 这是郑永福先生面临的 这个社会大众的一个质疑 这个质疑如果说 就是十几位的立法委员 可以做压迫的话 让你改成一个所谓可以礼遇 礼遇条例是要在立法院重新 如果要改的话 也要在立法院要重新修订的 不是这样子一批人 那另外一批人再来的话 你将来会随时改 我们在谈到国家的一个栋梁跟钢绩 如果钢绩可以随时这样改变的话 那整个国家就会持续 这也就是马英九总统开口闭口说的 脱胎换骨 脱胎换骨就不应该再容许 这种类似封建或者自我为中心的 可以自己来决定 什么是礼遇 什么不礼遇 什么可以把整个的一个预证 把整个国家的一个名城的 一个象征性的这个状况 彻底给滥用 部长说这是一个礼遇 可能对于人民的司法情感 是有非常重大的伤害 我个人认为不是礼遇 是一个妥协 唯一我可以给它一点 空间说这是一个策略 这个策略叫做策略性的礼遇 就像刚才陈锋欣所讲 那是基于人身安全的保障 必须给卸任的前总统 哪怕是已经司法定验的前总统 因为他的确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政治身份 我们应该给他人身安全的特别的礼遇 但是这个不能无限延伸到其他的福利 企业优渥这方面 因为最后我还是回味道 人民司法情感严重的迫害 我觉得上次我们讲过一个叫做 司法禁用的概念 司法到底为谁所用 在司法的争议中 为什么老是那些人可以在最后胜出呢 因为他反映出一个 台湾人民对我国司法体系 一个最严重的不谅解 叫做它形成一个排他性跟独占性的 所谓阶级资本 只有特定的人有这种阶级资本 我们是没有